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今天是西方圣诞节的第二天 也叫Boxing Day 今天也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伟人 毛泽东的生日 我就感觉毛泽东真的是 他来到人间是来拯救中国的 他是来证明中国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神 而不是像西方这样的耶稣 是一个虚幻的 是一个虚构的所谓的神 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来说 真的就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神 也许他真的是神派来的 有时候我就这么想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当年尼克松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他的一个翻译 这个翻译叫什么名字我就忘了 这个人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是中国那边的翻译 美国他们自己的翻译是一个白人来着 现在的岁数又不老小了 在90岁左右吧 很老了 然后他接受访问 其中这个主持人呢 问他一个问题 就说呢 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 这么的对立 美国呢还把中国共产党单独拿出来 他们就不称中国 也不称中国政府 说中国共产党CCP 他就问这个尼克松当年的翻译 后来其实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啊 他好像是做到了国务卿四卿吧 他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是呀 美国这些政客们玩的一个手段 玩的一个政治 其实呢 你美国你这样攻击中国 你无非你就是想说 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呢 他是专制的 他不代表人民 不是人民想要的 无非呢就想说这个 他就说呢 但实际上呢 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 人民的支持率其实没有多少 你当选的时候 你那个选票呢 其实就没有多少 你也就超过50%多一点 他说但是你去问问 现在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他的民众的支持率有多少 他民众的支持率要远远超过 美国历届总统的支持率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 中国就不是民主 这是我今天呢 看到的一个访问 美国有明白人的 其实美国明白人挺多的 他们这种忽悠呢 只能忽悠那些民粹主义者 只能忽悠那些底层民众 他忽悠不了那些精英的 真的 当然是他们攻击中国呢 也是精英的一个目的 是他们的需求 那么他们有需求 穿着明白装糊涂的那些呢 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利益关系的那些精英们 他们是明白的 好 我接下来呢 就是说毛主席 今天呢 是他老人家 诞辰127周年 我们呢 不管他听得到 还是听不到 我都想在这里呢 想说 祝毛主席他老人家 生日快乐 那是生日 我们送他什么礼物呀 我看到呢 今天在韶山他的家乡 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他这个纪念馆呢 叫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我觉得叫毛泽东主席纪念馆 好像更好一些吧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好像就把毛泽东叫的普通了 应该叫毛主席纪念馆 好 就在他的纪念馆的那个广场上 今天来自于全国 也没准来自于全世界呢 我如果在中国的话 我没准我都会去参加 对吧 那我就是来自于加拿大了呢 没准也有来自于世界上 其他地方的华人呢 但是也没准有老外呢 都不一定哦 新闻里面报道的是说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人们 都自动的 不是组织的 到这个广场上 那广场呢 也不是很大 人头攒动啊 看起来都有上万人的样子 在那里呢 集会来纪念 毛泽东诞辰 127周年 那我刚才说了啊 127周年的生日 用什么做生日礼物呢 我刚才看了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已经是举办了一个 返回舱的一个交接仪式 这个返回舱呢 还不是这一次的 嫦娥五号的返回舱 是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这个返回舱呢 20号的时候就运到了韶山 25号呢 举办了一个正式的交接仪式 那现在呢 这个返回舱就安放在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面 那他这个纪念馆呢 在他生平展区的第九部分 和第十部分连接的那个地方呢 现在又专门搞了一个展区 这个展区叫 毛泽东与新中国航天科技事业专题展 那这个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这个返回舱呢 就展览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机会去韶山参观的话呢 你会在那个地方看到他 那同时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呢 是一个海底岩石的样品 毛泽东不是有一首诗吗 可上九天满月 可下舞阳桌鳖 那我就听到呢 在广场上人头攒动啊 好多人都跟着录像啊 那我所看到的 有一个人呢 他这一段录像呢 他这里面还加上了解说 他是现场的一个解说 能听出来呢 他当时无比的激动 反复的就是说 毛主席 您老人家的那首诗 可上九天满月 可下舞阳桌鳖 毛主席我们做到了 就特别特别的激动 那我们做到了 嫦娥五号呢 最近呢登上了月球 并且成功的返回去回来了 那个月壤 这个月壤呢 取回来的是1731克 我看到有报道呢 现在这个月壤呢 将要把其中的1000克 拿到韶山 放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里面 还专门为他建了一个展览馆 为这个月壤 建了一个展览馆 这个展览馆呢 就马上要建好了 说是到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 会把1000克的月壤 送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也就是韶山 明年才送到那儿 现在呢 还没有送到那儿去 那昨天送到那儿呢 是神圣十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另外呢 还有海底岩石的样品 那海底岩石的样品呢 和月壤呢 一样都是样品 那他从哪儿来采集来的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值得人欢呼 骄傲 以及呢 庆贺的 那这个呢 就是现在的奋斗者号 全海参载人潜水器 这个载人潜水器呢 是在2020年10月27日 也就是今年啊 今年10月27日的时候呢 在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的下潜 潜到了一万多米的地方 1058米的地方 这已经是创造了世界记录 那11月10号的时候呢 又再一次去潜 又潜到了10909米 再一次刷新了记录 那11月13号又去潜 11月17号又去潜 11月19号又去潜 已经呢 现在潜了好几次了 都达到一万米的一个深度 潜下去以后呢 从这个海底 挖上来了一些海底岩石的样品 那这一次 毛主席生日的时候呢 除了那个神舟10号的返回舱以外 还有这个样品 这个潜水器呢 不能拿去展出 因为这潜水器还可以反复用 它和航天的那个返回舱不一样 航天的返回舱 它要返回来以后下回就不能用了 所以那可以展出 我估计十六八九将来 嫦娥五号的那个返回器呢 也会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里来展出 那这个潜水器呢 不能展出 还要继续用呢 但是呢 就制作了一个十尺寸的一个模型 十尺寸的 跟那潜水器一样大的一个模型 也拿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里来展出 那等于说呢 现在在毛泽东一百二十七周年生日的时候呢 有两个生日礼顾到了这个纪念馆 一个呢 就是神石的返回舱 一个呢 是深海的样品和那个潜水器的模型 现在呢 我们就告慰毛泽东的亡灵 他诗里面所说的 上九天揽月 下五阳桌鳖 我们全都做到了 那明年的时候呢 月壤 还会拿出来一千克的月壤 放到这个纪念馆里面来展出 我相信呢 某一个时间 也没准是明年 毛泽东生日的时候呢 会把那嫦娥五号的返回舱 也拿到这里来展出 这些礼物呢 我相信足够来告慰毛泽东主席 那我听到他们现场的时候 在他们的背景里面 反复的在播放东方红这个歌曲 我听到那个歌曲呢 好像那个效果呀 还不是特别的好 我想呢 可能这个歌曲不是一个一般的歌曲 我现在呢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不是一般的歌曲 有一个毛泽东生前 他所珍藏的两盒瓷带 上面呢 录有东方红这首歌曲的瓷带 也在毛泽东纪念馆里面展出 我想呢 很有可能 他们今天在纪念 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的这个仪式上 所放的那个歌曲 很有可能就是 毛泽东所收藏的那两盒瓷带 为什么这两盒瓷带如此的重要 如此的珍贵呢 是这样的啊 1957年到1958年1月的时候呢 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那这卫星呢 发射完了以后 当然是苏联和美国呢 他们是非常的骄傲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那1958年5月的时候呢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就说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那他发话以后呢 中科院就立即成立了581卫星小组 那两年之后 在1960年5月的时候呢 毛泽东去视察他们所研制的这个探空火箭 你这个卫星你得送到那轨道 最关键是这个火箭呢 那当时呢 他们这个火箭呀 只能升空八公里 毛泽东呢 当时就鼓励他们 说八公里已然非常了不起了呀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们继续努力 十公里 二十公里 二百公里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当时呢 也有一种意见 有的人说呢 我们费这么大的劲 来搞这个干什么呀 不如我们买一个 或者租一个 毛泽东就说 我们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而且呢 他还指的出来说 我们发射的这个卫星呢 一定要比他们应该大 我们呢 要能上得去 能抓得住 能听得见 还能看得见 那他这个指示 出来以后呢 这些科学家们 他们就想 怎么能让地球上 能够听见这个卫星 后来呢 他们就在这个卫星上啊 就播放东方红这个歌曲 在地面上呢 来接受这个信号 结果他们就做到了 在卫星上放东方红这个歌曲 然后在地面呢 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后呢 他们录了两盘磁带 就把这两盘磁带呢 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呢 把这两盘磁带 一直珍藏 到他去世 那他去世以后呢 在韶山就建立了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其中呢 把他这两盘磁带呢 也展览在那个纪念馆里头 所以呢 我在今天啊 我听他们现场背景音乐里面的 那播放的东方红 我就觉得好像质量呢 不是特别高 不像是那种入音棚 灌制的那样的 它的效果呢 有点不一样 我想呢 很有可能播放的就是 毛泽东所珍藏的 这两盘子弹 这是从中国第一个发射成功的 地球卫星上面传来的信号 转路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在哪一个角落 你说你听到中国的这些进步的时候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你说你兴奋不兴奋 你骄傲不骄傲 你幸福不幸福 你希望不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 在天有灵 和我们分享这份兴奋 这份骄傲 这份幸福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